世界上最大的洗车厂 你知道有多大吗? 一天能洗四千多台车 这就是位于德国斯图加特的一家洗车工厂 这里平均消费在30欧元左右 约合人民币230元 洗车厂占地面积达到惊人的15000平方米 而且位置极好 就在高速公路旁边 我们都知道 德国高速每天来往的车流量很多 这里除了洗车以外 还提供其他服务 之所以一天能洗四千多台车 是因为他们的洗车方式 跟其他的洗车厂有所不同 他们采用流水线式的洗车方式 除了高效以外 还能节省很多时间 最先经过流水线的工序 就是预洗喷林 先将车上的一些污垢溶解掉 然后来到高压喷枪间 用高压水枪进行清洗 去除掉溶解的污垢整个过程 只需要几十秒 然后车辆进入自动清洗车间 这个时候通过摄像头 帮助客户进入到合适的位置 然后给车辆喷上活性泡沫水 接下来测量车辆的光学传感器 看看车辆轮廓尺寸和位置 方便两边的自动清洗设备 调整好合适的位置 接下来喷洒机器把车上 剩余的清洗剂清理干净 还会使用高压对轮毂冲洗 然后车辆进入烘干车间 以70度的风速快速吹干 风干车间的耗电量 一天差不多能达到6000多瓦 相当于两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风干整个过程大概需要三分钟左右 每个工人都有各自的分工 上午9点 在大门口处已经来了一大批客户排起了长队 工人打开大门正式营业 在这里最便宜的洗车套餐 是8欧元 最贵的是40欧元 通常工人都会向顾客推送40欧元的套餐 因为这个套餐的服务项目很多 除了外部清洁和内部清洁以外 还有手工打蜡 整个车间有两条流水线 一条线上20多名员工轮流工作各司其责 打蜡车间有的顾客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味道打蜡 他们用的都是纤维布料 打磨完成后 整台车看上去焕然一新 从洗车到打蜡抛光整个过程下来 大概需要30分钟 这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工厂 洗车保养加油美容 一体式的工厂 除了价格优惠还有一流的服务 说到这 你想不想开着自己的爱车体验一下呢